陈小狗答应了刘虾的进程 由于夏童观目时 以前的装备和背包都没带出来 陈老狗就在集市上 给他买了一个新的帆布王 这 这包也太土了吧 这太不符合我帅哥的气质了 这包既便宜又结实 哪儿不好了 算了 不跟你讨论这些了 我走了 进程以后多听刘虾子的 别乱说话 说起来啊 这陈小狗长到二十岁了 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去镇上赶集 还仅仅只有那么几次 此次要跟着别人去闯北京城 陈老狗还真的有些不放心 放心吧 爹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是那种爱惹麻烦的人吗 毕竟儿子大了 总是要出去闯荡闯荡 又怎么能只在自己的羽翼下生活呢 此时的陈老狗跟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 都有那么一丝的纠结 陈小狗临出门以前 在门口站了好久 陈老狗正在纳闷 却听陈小狗头头没回地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这问题让他愣了一下 爹 我从城里回来后 您能给我讲讲剖尸狗的事吗 陈老狗知道 这个儿子真的是长大了 心事重了 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他心中盘旋了好久才提出来的 行 听到老爹答应了下来 陈小狗身子一震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十分的复杂 站了好久也只说出了一句话 谢谢爹 爹 俩些啥呀 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也该知道了 陈小狗知道 这刨尸狗的背景 与自己及老爹守护的那些东西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一个巨大的事件 正在向自己揭开冰山的一角 那我走了啊 回来给你买烧鸡 嗯 陈小狗走了 陈老狗心中也有些五味杂陈 儿子长大了 也许有些事情 并非自己不想让他参与 林关村外的县公路旁 陈小狗带着陆大刚 来到了与刘瞎子约定好的地点 等着刘瞎子会合 你怎么又坐地上了 咱们就要进城里了 别弄得跟在家里一样 都注意一点 你少跟我来这套 农村人 走到哪儿都是农村人 装什么装 混蛋 咱不能让城里人笑话 这刘伯怎么还不来呀 陈小狗为人心高气傲 见大刚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有些生气 怕他到了城里被人笑话 可是陆大刚却半点也不在乎 这一等啊 可就等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正是初秋的时间 大太阳挂在天上 还挺毒的 可把小狗和大刚热得够呛 哎呀 热死我了 陈小狗终于也忍不住了 一屁股坐在了大刚的身边 还把身体舒服地靠在了大刚支起的腿上 喂 你不装成林了 少废话 我还不是不想被人笑话吗 笑话就笑话呗 又少不了肉 大刚往旁边挪了挪 跟小狗并排坐在了一起 这俩人呢 都是从未去过北京城这种大城市的 心中难免会有些紧张 但是更多的却是期待 哎 我真的没去过北京城啊 废话 我也没去过 不过呀 听说那里到处都是美女 而且可开放了 上来就是又搂又豹呢 啥 那我可不行啊 两人正吹着牛呢 从土坡下的县公路上 远远地开来了一辆轿车 只见那辆轿车 驶过陈小狗与陆大刚所在的位置时 突然停了下来 接着 车窗玻璃落了下来 露出了两个人影 正让陈小狗和陆大刚有些意外 车窗完全打开了 一个身上戴着纹身 嘴里叼着烟的壮汗 轻蔑地看着两个人 陈小狗和陆大刚也是年轻人 有些火气 立马就回荡了过去 看什么看 就是 纹衫 我也有 不过那个看起来很凶的人 并没有跟两个人找麻烦 而是一回头 按下了后面的玻璃 大师 这俩小子就是您徒弟吧 这一下 陈小狗和陆大刚才看明白 那车子后座上坐的正是流瞎子 两个傻徒弟还愣着干嘛呢 快上车 两个人万万没想到 这流瞎子这么大的派头 本以为要挤小巴车进城的 一件这么高档的轿车 都有些发懵 说实话 两个人长这么大 还都没坐过这种轿车呢 两个家伙 带着满脸的紧张和兴奋上了车 车门一关 油门一踩 这辆气派的轿车就上了路 汽车在镇公路上飞直着 小狗和大刚看着车窗外 飞速倒退的树木 心里那个兴奋呢 看到眼睛都用不过来了 陈小狗看了好长时间 才把眼睛收了回来 这一看又是一愣 原来啊 流瞎子此时的装扮 与平日里完全不一样 不仅换了一套面料不错的小糖妆 还带了一顶小礼帽 哎呀 刘伯呀 您今天这身打扮 好精神啊 人靠衣装马靠岸 出来办事 当然要讲究一些嘛 流瞎子偷偷地跟两人说 出来行走江湖 这身装扮好点 一是显着有面子 有身份 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可小狗却听明白了 流瞎子的潜台词 就是啊 出来骗人 怎么能不装扮得专业一些呢 路途遥远 走了一段时间 小狗可就掀不住了 不时地动动这 摸摸那 对一切都很好奇 可大刚则相反 生怕自己不懂弄坏了啥 一直拘醒地坐着 紧张地呀 头上的汗都出来了 呵呵 汪助理 流瞎子怕这两个愣小子惹出祸来 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想找点事 分散一下注意力 马上也快进城了 具体情况 是不是可以说一说了 流瞎子的话 显然是对前排人说的 小狗和大刚 也随着流瞎子的话 看向了前面的两人 刘先生 不是我不愿意说 我们是个大楼盘 要是传出去闹鬼 以后还卖不卖了 前排副驾驶座位上应声的 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想来就是流瞎子说的王助理了 可你不说 我又怎么能知道 能否对付得了呢 万一白走一趟 陈小狗对那王助理的话 听得是迷迷糊糊的 但是他心里明白 好像是请流瞎子的人 对具体的事还没说明白 想要保密 可流瞎子那是老江湖了 两句话就将了那家伙的君 这 前师说的也对 我就跟您说说 那王助理见没法再拖了 只好吞吞吐吐的 把事情的经过 大体的说了一下 原来呀 请流瞎子的 是城里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这个公司在京城四环内 正在建设一个新小区 这里曾经是一处荒地 这几年京城人口越来越多 这房子也是越来越值钱 这公司的大老板投了不少钱 买下了这块地 想建一个高档的楼盘 那总 您看 这片地基很快就打好了 嗯 这个盘可出不得一点闪失 既要快又要好 啊 这个姓那的老总是个奇人 据说上道关系很硬 但人却长得肥头大耳 十分的贪财好色 您放心 我会好好盯着的 嗯 那你看好了啊 我还得去找小朵秘书呢 工地上的事 他基本是不管的 全权扔给了这个姓王的助理 那总 您慢走 而这个姓王的助理 别看在老板面前 卑躬屈膝的 可转过头 对待工地上的工人时 那可就是另一副嘴脸了 都给我听好了啊 要是磨磨蹭蹭的 谁都别想拿工钱 都给我利索点 工人们没有不讨厌他的 再说这片工地 因为那老板投的钱不少 上的全是大型建筑机器 工程进度倒是挺快的 十几天的工夫 就挖好了地基的基础 到了晚上 建筑工人们都睡在工地旁搭建的临时工棚里 而事情就发生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 一个叫小北的工人 因为喝了点啤酒 有些尿急 就在半夜爬了起来 小北是被尿憋醒的 这工地上建的厕所 离着工棚老远 小北才不会过去呢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走到了工棚的后面 他找了块空地 这荒郊野外的又是深夜 也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 于是他脱下裤子就开始解决 就在这时 小北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一声女子的叫笑声 小北忙转头看过去 顿时他的脸就红了 公子你真讨厌 在人家面前这样 也不先丢人 原来 小北身边三四米远的地方 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 而且那姑娘 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纱裙 特别的漂亮有人 哎呀 好丑 好丑 不好意思 我我不知道这儿有人 一听姑娘的称怪 把看得痴痴的小北 弄得一下反应过来 急忙转身提起了裤子 可裤子还没提好 那姑娘不知什么时候 又凑到了小北面前 举止十分的具有挑逗性 公子长得真的很英俊呢 真好 公子 来呀去我家吧 把这个快三十岁 还没碰过女人的小北 弄得热血全顶到了脑袋上 来呀 让奴侠好好地服侍你嘛 快来呀 小北此时 已经被色字迷得昏了脑子 不自觉地跟着那女孩 朝工地刚挖好的地基方向走去 可一到了那里 小北就觉得 脑子又是嗡的一声响 原来那地基的下面 还有四个身着一缕薄纱的性感女人 她们正摆着撩人的姿势 召唤着自己呢 小北长这么大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呢 抬脚就想下去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凉风吹过 小北发现 眼前的景象突然变了 原来 那四个长相貌美的女人 不知怎么回事 皮肤迅速地风干腐烂 转眼间 就变成了恶鬼一般可怕的模样 那几个女人见小北 发现了她们的真身 一个个张牙舞爪地 朝着小北扑了过来 这可把小北吓得魂都快飞了 想跑可是腿却死活地使不上力气 急得嗷嗷大叫着 拼命地在原地挣扎 别 别过来啊 公子 你怕什么呢 我来伺候你啊 啊 你 而这时 一直在小北身边 带她过来的那个姑娘 又凑到小北身边 小北转头一看 那姑娘也变成了一具 血肉模糊的骷髅 这双重的惊吓 把小北紧绷的神经 终于崩断了 小北只觉得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直到第二天一早 几个上早班的工人 正准备下地机 织模板打装饰 才发现了她 哎 这不是小北吗 哎 他怎么睡这儿啊 那时 小北正躺在地机边的空地上 人事不知 把几个人都吓坏了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 把小北吵醒了 可醒过来的小北 想起昨晚那恐怖的一幕 吓得脸色都清了 小北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遇到鬼了 是女鬼 有女鬼 有女鬼啊 小北是彻底的疯了 一咕噜爬起来 就冲开了人群 大喊大叫着 跑得不见了踪影 小北这是怎么了 那谁知道啊 哼 估计是想女人想疯了吧 小北这一处啊 把其他的工友都弄梦了 大家都想不明白 他这是怎么了 而对于他说的有女鬼的事 大家都是不相信的 小北的事并没有影响到大家 工人们又忙活了一天 晚上又像往常一样 睡在了宫棚里 当天晚上 所有人都听到工地上 回响着女人呜呜的哭声 十分的审认 几个被吵醒的工人 爬起来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怪叫着 不让人好好休息 谁家媳妇大半夜的上这儿来哭啊 真烦人 睡得正想的被吵醒了 可等看清窗外的情况时 把几个人都吓傻了 只见那工地被挖开的地面上 此时正有几个女鬼惨白的影子 从地下爬了出来 那几个女鬼全部赤裸了身体 但是长得都十分吓人 此时 正一步步地逼近宫棚 他们也看到了那几个工人 正趴在窗户上 身体一跃就朝着几人扑了过来 几个女鬼恐怖的大脸 被窗户挡住了 可屋里的几人 早就吓得瘫倒在了地上 女鬼们似乎并不罢休 一双空洞恶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 长长的指甲抓挠着玻璃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 似乎他们随时都会冲进来 这空荡的工地上 一个个惊恐的声音响起了 撕心裂肺的 回荡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 工人全都跑了 那个让老板十分看重的工地 因此也停工了 前后找了几匹工人 但都是一个情况 这可把那老板愁坏了 他命令王助理 无论如何都要找人来破解一下 王助理拖了好多关系 才找到了刘虾子 为这事啊 我们老板特别的生气 我拖了好多关系 才找到大师您的 啊 原来是区区几个女鬼啊 明白了 走吧 刘虾子听到这里 脸色依然保持着 那沉稳的表情 可身边的两个年轻人 脸色却变了 一想到要对付的是 一群年轻貌美的裸体女鬼 两个血气方高的年轻人 都觉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热 车子一路飞驰地朝着工地驶去 陈小狗与陆大刚 将如何对付这些女鬼呢 那我们分不懲疏的